飞车呢已经很难出一辆像冰魄一样全能的A车了 那最近随着月影的曝光呢 所以大家都在关心冰魄和月影的强度啥的 那刚才我们说了冰魄是全能型的A车 那月影呢 月影是属于偏科车 偏向于加速带比较强的A车 而且呢以后出的车也都会是偏科车 不同的类型地图有不同的车去跑 所以呢月影肯定强也必须会强 但是呢只限制于加速带地图 而从猴子的地位来看 适合月影的地图其实也并不多 那十几二十张那是顶尖的哈 而且呢有些是我们平时很少去碰到的低难度地图 所以呢冰魄还没这么快倒下来 因为冰魄呢是因为原级出的太强了 而发布来拉近A车与T车差距的A车 但冰魄最终的下场呢 其实并不能参照原级目前的下场啊 原级呢目前出产概率已经严重下滑 但原级呢是吃ECU和跑法的车 而冰魄呢是吃溶错率的车 所以呢即使以后 飞车很难再出像冰魄一样的车 但冰魄的溶错率还能撑很久啊 意思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担心 这些车会强过冰魄太过于早了哈 冰魄呢即使国服数量降下来 但它依旧能当A车老大 这也是刚才说 飞车大概率不会再出一辆像冰魄一样强的A车的原因呢 因为冰魄的性能是全能型 适应性太强 统治期自然长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他车的地位啊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哦